Dog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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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上一個章節呢 就是介紹了作用力對一個物體的做工 以及動能的概念喔 那主要呢就是因為說用純量的方法來看一個力學的問題呢 它其實是比牛頓力學用一個向量力學的看法呢 來的容易解決同樣一個力學問題喔 那我們這個章節呢就繼續延伸這個純量力學的概念 那主要呢我們就介紹了一個新的想法一個新的函數啊 所謂的未能的函數 那跟未能函數相關的一件事情我們要了解的 就是這個章節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我們會去談一下所謂的這個保守力的概念 因為呢只有物體它受到的力是保守力的情況呢 我們才可以用一個未能的函數來描述我們的系統 所以我們會稍微介紹一下 保守力的概念以及呢保守力與未能之間的關係 同時我們會很快的講一下說 這個未能函數知道之後 是不是有的時候我們可以反推回來它的保守力的一個形式 那以及呢保守力最大的一個特色呢 就是說如果你的物體它受到是一個保守力的影響 那基本上呢你系統的總力學能呢會是一個守恆量 那這樣子一個守恆量的概念呢通常在我們解決一些物理問題的時候呢 會更容易來解決喔 以上呢是一些定量的探討 那在這個章節的最後面呢 我們會從圖像的方法 讓我們去描述說一個物體它的未能函數畫出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更直接更直觀的去了解到說這個物體的運動 那以上呢就是這個章節的概述 不過最重要一點就是請同學不要忘記喔 我們為什麼要去學習所謂的動能、未能以及能量的概念 主要就是說用存量函數來描述一個力學系統的 在數學的結構上我們可以更容易來解決同樣的一個力學的問題 是拿來解決겨自動的套一些人 是拿來解決策的 是拿來解決的 我們可以的確保取消息 是拿來解決策的 我們可以的需要來解決鬥 是我們可以的者 我們可以的